凤山区在昨天晚间传出了一起电动车充电不慎造成的火警事故 货报前往执行抢救勤务的消防局凤山分队就表示了 民众是自行改装电动车 而且屡次因为使用束缚引发了火警 严重造成邻居的恐慌 因此将会会同警方依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 而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购买微电车要认明审核合格标章 切勿自行改装车辆 要使用原厂电池跟线材来充电 避免在室内来充电 如果充电完成或者是人要离开充电的现场 一定要拔除插头避免过度充电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凤山分队中队长吴川雄的说明 有关等下凤山区中一些敌系民众 因不当改装电动车装置导致火警 本局松平如下查开离性民众 自民国109人至今因不当改装电动车充电装置 已经造成适次火警 造成左右邻居极大的恐慌 本局一请警方将离性民众 一公共危险罪送证办外 并有几点事呼吁社会大众 一在购买前应认明 整业合格标章 不自行改装车辆 二在充电时应使用原厂电子及线材 观察电子外观无意状载型充电 且周边不要堆积可爱性物品 三充电时应避免在室内充电 应控制合理的充电时间 充电完成或者要离开现场 务必要拔除充电装置 避免过度充电 最后在预火灾时 因离电池燃烧迅速 在短时间会猛烈燃烧 因此越长高出家人失火了 才能全家一起尽速应变求生 好